这两天在评论区看到几个朋友的留言 问我多肉再买回来修根晾晒以后 是不是必须放着 等它发根以后才能上盆 其实这段时间 我让它们放着发根以后再上盆 是因为夏天太热了 夏天上盆的多肉不爱发根 一浇水不是黑斧就是化水了 所以与其埋在土里 管不住手经常去浇水 让它烂掉了 还不如放在外面 可以时时刻刻的观察它的根系 到底有没有生长 所以让它在空气中自然发根的这个方法 在夏天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起码可以保证它不死掉 今天要用到我的新工具了 不锈钢的铲筒 也是非常的顺手 非常的丝滑 比我自制的那个塑料铲筒大了一些 大小也刚刚合适 我用的这个尺寸是最小号的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春天买回来的多肉 你种上去以后 进入夏天它基本上算是浮盆了 但是在浇水以后 它的死亡几率是非常大的 就是因为夏天 它不是多肉的生长季节 植物的生长 还有根系的生长 基本上都是非常缓慢了 对水的需求也非常的低 然后大家就以为 我的多肉根系已经长得很好了 可以吸水了 但其实夏天 它对水的需求已经很低了 然后新长出来的根系也比较嫩 这个时候你在过多的浇水 基本上就是出现烂根 黑斧 还有化水的问题了 所以夏天 我基本上是很少买多肉的 即便是买的多肉 我也是不脱土或者是脱土以后 就放在灯下面罩着它 等到入秋以后 还要看它的高温的温度 已经在28度以下了 我才去给它们上盆 这样就非常安全了 而且在秋季上盆的多肉 也就不需要这么小心了 不需要给它空气发根之后再上盆 但是新手用这样的方法 还是很友好的 入秋以后 我这里的多肉 就是锈根晾晒 直接上盆 基本上就是在浮盆期 是一个月左右 因为我都是拇指盆嘛 所以这个浮盆的速度 就非常的快了 然后接下来呢 又是记录这两颗多肉 浮盆的日期了 第一颗呢 是草莓杏仁 这一颗呢 是叶鹰 我特别不喜欢 它的那两个飘枝啊 像豆芽一样 果断给它摘掉了 好了 夏天已经完全杀青了 接下来都是好日子 可以买肉上盆啦 我特别不喜欢